跨年晚会上,杨颖与赵丽颖同穿迪奥新款,效果反差大,今年的跨年晚会上,各大卫视都拿出实力请来很多的大腕,在大家都想办法征收视率时,湖南卫视已不下心拿了一个第一,可见,大家还是很偏向湖南卫视的节目,而这位今年因为原历事件,也受到大家不少的负面影响。 不过,今年的跑南团,不仅让辣妈杨颖再次回到这个舞台上,还请来了热巴等一系列的老将,也算是勾起不少观众的美好回忆,而今年杨颖的出场,在服装方面就碾压热巴,虽然明显穿了很天高,但大长腿还是在所难免的,而在自己演唱曲目的时候,杨颖的一首动人心弦的歌曲,引发不少网友的猜测, 也因为假唱事件上了热搜,而后,baby的澄清也让网友幸福,而今年baby和赵丽颖作为迪奥的代言人,分别在跨年这一天穿了品牌的新款,baby的一身就红色沙巡,加上浓烈的妆容,看起来真的很有过年的味道,红通通代表着新年火红,而设计师在群衣的上半部分,加了亮片,看起来更加的闪亮。 美人胚子真的不是传说,穿什么都好看,而赵丽颖所穿的也是迪奥新款,却是一如既往的白色,不过正好硬衬了银宝的肤色,加上简单的梳了一个丸子头,看起来很清秀的样子,也是银宝原本的性格,清秀透亮。 二位虽然都穿了迪奥的新款,效果反差这么大,也看出品牌商很了解二位的性格,你觉得谁的更加深得你心呢?